因为我没死 因为你没死 所以我没有证据 如果我死了 你们是不是就是有证据了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在电光火石之间 进行搅浑水 然后用气势压倒对方 嗨大家好 前两天呢 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 就是一位新加坡的调查官 和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 进行对话的一个视频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女士 她在新加坡的医院 看脚因为出了一些事故 看脚的时候 涉嫌对一位护士爆粗口 讲了脏话 所以我们现在在视频中看到的 这位女调查官 她就是护士报警来 对这位视频拍摄者 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女士 涉嫌爆粗口的事情 进行一个调查 那已经有网友在网上 爆出了这个女士的一个社交媒体 她的网名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叫辣椒姐姐 那我们一起来看辣椒姐姐和调查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你对护士骂了粗话对吗 我对她骂了怎么了 因为她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 等一下我们看到辣椒姐姐 在回答调查官问题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带粗话的 看来她的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我们继续看 她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 我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然后呢 这是你乱说的吗 我问你有没有对 这全部都是她亲口说的 你把那护士叫来 现在当面对质 我现在问你 你有没有对护士说粗话 我们可以看到调查官其实只想问辣椒姐姐 到底有没有对护士说粗话 是还是不是 有还是没有 那么辣椒姐姐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她先别管我骂脏话 就是是因为这个护士 她先怎么怎么我了 把自己的事情呢 先撇一边 然后先去描述护士是怎么让她感到不舒服的 这种场景其实很常见的 就好像两个小孩 一个小孩 你怎么把她给打了 然后小孩说 她先骂我的 那么调查官呢 做事情 她是要有一个程序的 在一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之后 那才能进到下一步 进行一些补充啊 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 那么调查官就只能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 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之前 我在这三个小时我都没看上病 你不需要跟我动垃圾车 我问你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有没有 你问护士啊 她说有啊 她觉得有就有呗 所以你说有吗 我问你 你猜呢 我不需要猜 我现在在问你 你随便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所以有还是没有 现在这个辣椒姐姐啊 她就你问她呀 你猜呀 就是不直接回答 正面回答调查官的问题 她就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当然了 这个辣椒姐姐呢 脚受伤了 脚疼 急着想要去看 医治 她心理着急 有情绪 那也是正常的 不过对待调查官 你用这种态度去对她 那对自己是不利的 而且辣椒姐姐这种不正经的态度 表现出来 而且逃避问题 也就意味着试图逃避责任 还不如保持沉默 对她来得更有利 我们现在能去警察局吗 因为我的脚被车撞了 三个小时都没看得上医生 所以你去警察局 你要去那边看警察 要看医生呢 我当然是要警察 主持我这个事 而不是听你在这儿 一个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在这儿乱说 因为脚受伤 三个小时没看上医生 所以要去警察局 辣椒姐姐呢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有点急昏了头了 因为三个小时 没有看上医生这件小事 根本就犯不着 要去警察局 朝警察去主持这件事 所以说她说的话呢 是缺乏逻辑的 来先录一下 先录一下 哎呦吓我一跳 辣椒姐姐 名不虚传 名副其实 她脾气确实 还是挺火爆的 挺火辣的 那我们看到 辣椒姐姐 她直接伸手去 抢夺 调查官的这个证件 那我们知道 她是想要 把它翻过来 想去拍摄 但是这种行为呢 确实是 有暴力的行为 这可能会被当作是一种 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 在新加坡可能是违法行为 那其实辣椒姐姐 可以去向调查官 要求她出示她的证件 而不是上手去抢 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暴力行为 先录一下 你怎么了 你不是警察局 你调查局 你完全你的身份是公开 清白 完全是 很正确的呀 你为什么不能公开 给大家所有人看 让所有人都看到 请你公开你的身份 我不需要公开我的身份 OK 现在我是问你 你又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有还是没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对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跟你 我是调查官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头脑清醒吗 那请你调查官 亮出你的调查官的身份 我不需要听你的指示 OK 现在有警察站在这里 他知道我是不是调查官 那么此刻调查官 他拒绝自己去证明 自己的身份 而是通过旁边的警察 帮助自己去确认 自己身份的合法性 这种情况呢 也不是不可以 那我认为 如果整个过程 是和谐的顺畅的 那调查官 应该也会主动的 出示自己的证件 那请我们一起去警察局 所以你要 你不要看医生呢 我要看医生了 你要看医生 你要提起来 对呀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我的脚被撞了 你明知道我的脚成这样了 对吗 你看得见吗 你看得见吗 我的脚被他整个车压了 所以你现在是 你弄着要去看警察局 然后我现在问你 你是要去警察局 你要看医生 我要看医生 所以 三个小时之后 你来了之后 你问我是不是在医院发生什么了 我在这等了三个小时 对呀 你等了三个小时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现在听懂了吗 这真的没有办法听懂 因为他是完全没有一个逻辑的 检察官问他 是不是在医院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检察官一直在问的 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讲脏话 然后辣椒姐姐就说 我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 又绕开去了 你可以对护士爆出口吗 跟这个都没关系 是因为你们应该原本调查的 就是车把我给撞了的事 调查官还是很明确 他一直在围绕着爆出口的事情 那么辣椒姐姐呢 他就不扯三个小时的事情了 他就扯到交通事故的事情了 要调查官去调查交通事故 但是这个调查官 他并不负责交通事故这一桩事 刚才我的同事已经跟你说了 这个交通意外 你可以等一下看完医生去报警 OK 但是你们首先要责问的是 这个交通意外人是谁 而不是我 交通意外人是我们也跟他说了 同样的一番话 我希望你们是这样 但是首先我在这儿 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刚说他不扯三个小时了 然后又首先三个小时 唉 他是想转移交点嘛 想扯开去 但是扯不开 因为调查官也表达得很明确 所以他只能又扯回到三个小时了 你不需要一直扯回到三个小时 你等几个小时 对我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是问你 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OK 这边每一个人都等着在看医生 那你就猜猜 不是你等了三个小时 就是了不起 那你就猜猜 现在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那你就猜猜 我跟那个被撞我车那人 他把我撞了的那人 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就去调 我跟他所有的监控 他是怎么撞我的 我怀疑他是故意杀人 真的是来回拉扯 这边三个小时又没法扯了 然后又扯到事故上来 还扯到别人杀人了 就别人就是谋杀 他也跟你报出口没关系 就是涉嫌报出口 先把你报出口的事情 先解决了 是否报出口 有还是没有 把调查官都给气笑了 这边辣椒姐姐成功了 转移了这个调查官的注意力 然后调查官就问 能证明司机有故意杀人动机的证据 是什么 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 这种大吼大叫的目击 就是把这个气势给他压过去 搞得好像是别人错了一样 这就让我想到的那个大张伟 稀里哗啦那么一下 然后就是大家没听到他说什么 然后就晃一下就过去了 叫什么 叫打糊涂仗 那我们不打糊涂仗 我们仔细看他说了什么 他说因为我没死 所以我没有证据 如果我死了 你们是不是有证据了 这很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就算你死了 你也没办法证明 别人是故意杀人 别人有故意杀你的动机 因为完全无法排除 这是一场交通意外 每天都有那么多交通意外 有人不信丧命 难道就是活着的人 故意要杀了他吗 当然不是 这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辣椒姐姐 她这个部分就是典型的偷翻概念 在电光火石之间进行搅浑水 然后用气势压倒对方 你现在要看医生吗 不要看 要看 你觉得我讲话了吗 你觉得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不需要回答你医生 我们现在是跟你录一份口供 现在 你有没有 有没有对 护士报酬 现在你要给他口供 他一直指着我骂 我不能指着他骂吗 你掉下监控就知道什么样了 你不需要回答这么多 这么多东南西扯的东西 我问你有没有对 我说你直接掉监控 所以你不要回答什么 对 你直接掉监控 掉监控 我需要你看所有的监控事实 然后才对我的回答做出 任何一样的事实的判别 什么就判别 就判别上来 都没有 他说对回答一个事实的判别 你的回答呢 到现在都没有回答 是不是对护士报的粗口 是还是不是 有还是没有 你没有回答 怎么判别呢 你自己去看监控吧 如果不符合事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好像还威胁上了 就是你怎么办呢 你要负责任 但问题是 人家调查官一直在问辣椒姐姐 就同一个问题 问了半天 而辣椒姐姐一直在逃避 完全没有涉及到 说对辣椒姐姐有误判 有黑白颠倒 有冤枉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何来的什么负责呢 是调查官对 辣椒姐姐做出了什么裁决了吗 不符合事实的裁决 所以辣椒姐姐这一招叫什么 叫无中生有 又是老生常谈 刚才已经有警察可以证明 这个调查官他是 他的身份是合法的 那么就可以正常的进行 接下来入口供的步骤 把你的电话放下 让我看你的警官的证明 我跟你说 把电话放下 这是第二次警告你 让我看你警官的证明 你需要第三次 第三次的警告你才会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跟你说 你确定吗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么辣椒姐姐呢 拒绝配合调查官执法 调查官在三次警告之后 说出了这句话 以提醒他 不配合执法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当然了 他肯定是有权保持沉默的 而且我觉得他还不如保持沉默 你不需要问我 撞我的人在 撞你的人在哪里 我现在在跟你说 他在哪 你的那个交通的 交通意外的那个 我们已经跟交通组的 调查官已经说了 然后呢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再去警察局 用你的身份再去 犯一证报告 然后让他们去 才可以正式的调查 然后找我的人怎么办 他都让交通意外组的 调查官去 去决定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不是交通意外 调查组的 所以我现在见不到他们了 是吗 你见不到啦 他们对我的 这样的情况如何负责 你这个我就是跟你说了 你去让那个交通意外 调查组的调查官跟你说 要怎么做 好 那我就一直录到 我们去警察局为止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不 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警察局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跟我说 你要你要怎样 必须要去警察局 我感觉辣椒姐姐她在 这个视频当中 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就是非常的自我 非常的强势 至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想去拿别人的证件去抢 抢夺 那就去抢 想去警察局就必须要去做到 不仅仅是我心我素 还使用了转移焦点 浑水摸鱼 无中生有 东拉西扯 偷换概念 等方法去逃避责任 我不知道她这些毛病呢 是从哪里学来的 但是新加坡她是一个 法治国家 法律执行的比较到位 所以她这个法律程序呢 是比较严谨的 而且我认为视频中的执法人员 她的这个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在对待一个交流上有一定困难的人来说 已经展现出足够多的耐心了 这位男调查官呢 他的华文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他们两个人是负责 医院里发生的事情 是你这个辣椒姐姐 他对这个护士 爆粗口的事情 这一个案件进行调查 有跟他们讲 怎么讲啊 你们讲什么呀 对他爆出口对吗 没有 然后呢 我在问你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了吗 有还是没有 那你是来干什么呢 我就问你 你要我说几次呢 你要我说几次呢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来调查 是因为你对护士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交通意外组的 等你出院了你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我现在在问你 要不要录一份 我现在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是为了你对护士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录完了 你出院了 你去可以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所以你不要录口供丝吗 对 如果你去不了的话 我也去不了 叫所有的全新加坡的警察过来吧 我去不了 这种感觉呢 就是有一种撒泼打滚 耍流氓的感觉了 人家呢 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 调查官是来调查的 并不是来和他吵架的 而辣椒姐姐说出来的这番话 很显然是耍起了无赖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除非我现在 您推着我 去警察局 你以为你 把交通的那个 撞我那人 你以为你是谁 可以叫我们这么做 不是 你也没有办法叫我怎么做 因为是我被撞了 现在是你被调查 是我被撞了 我们要调查你 OK 我们明白你被撞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 男调查官呢 还试图要表达自己 是理解他的 想说明爆出口和交通事故 是两件事情 不要混为一谈 但是他打断了 姐妹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 我不是你经历 还套起了近乎 我不知道这个毛病是 可能这种行为 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是可以的 在海外呢 我暂时还没有见到过 那有吗 肯定是有的 话不能说绝啊 但是至少在这两个人面前 是心不通的 现在我们是调查你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他撞了 然后我在那地上 你们去调监控 调监控的时间我给你们 我在地上待了20分钟 我都说我没事 结果他都没扶我一下 没让我起来 然后他跟周围人一直解释 说没关系 我也说没关系 但20分钟他没扶我 我生气了 我说你起来 要么你扶我 要么你丢我5000块钱 要么你送我去医院 他说好 我送你去医院 到了医院开始 他就一直找你们各种人来 我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谁 让我在这儿 严重的等了三四个小时 找的问题 懂了吗 我当时特别理解他 我说你一女的 你大晚上你开代价 你过来开车 我说你挺不容易的 我说你让我这事 你不用负责 你不用管 结果20分钟 他都在给周围的 所有的男的解释 说他没事 因为那帮 我所有的朋友都过来放心我 说你怎么就被他开车 你直接前进给撞了 他一直在跟别人解释 我说我放过你 你没事 你没事 你不用担心你 然后他说 跟别的一个男的解释 说他没事 他说他没事了 我都肯定生气 他撞了我20分钟 而且他是前行撞了我 他是前行 不是倒退 懂吗 我再跟你输入一次 他是前行 他是故意撞我 他是故意杀人 现在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我不要 交通意外的那个 你再去警察局 再去报告 去那边报告 交通意外组的东西 我们不负责 所以现在对于你对 护士爆出口的这件事 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对 我们先走 好的 所有的内容都到这里了 然后其实我看到了 这个辣椒姐姐 他巴拉巴拉说的一大堆 关于交通事故的事情 其实我还是更愿意去理解 为他这一段视频下来 他比较反常的 比较过激的 比较语无伦次的这些部分 都是因为他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冷静的 去思考 去组织语言 或许呢 在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 自己是有一些做的 不太妥当的 那么碰到类似的情况呢 更好的做法 或许就是保持沉默 在冷静下来之后 可以之后找到律师 去商量更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还是想说 文明冷静的处理方式 然后勇于 承担责任 我相信这些品质 在全世界都是会受到欢迎的 尤其是在海外工作 学习的中国同胞们 每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已 而是整个国家的形象 在海外呢 要尽量去适应当地的规则 即便是受到的偏见 也要冷静的去处理 用行动去转变别人的刻板印象 告诉他们 你值得被尊重